USC以及UCLA的退出 令太平洋12校联盟成员 每年媒体版权失1300万 星期三 加州大学董事会 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举行会议 讨论关于USC以及UCLA 在2024年退出太平洋12校联盟 简称PAC-12 并且加入十大联盟Big Ten的问题 以及造成的影响 作为一个美国西部大学教体育联盟 PAC-12由美西12家著名大学所组成 成员除了USC以及UCLA之外 也包括UC Berkeley 史坦福大学 阿里桑拿大学 科罗拉多大学 华盛顿大学 尤他大学 以及俄勒方大学等 今年6月30日 UCLA以及USC宣布将会最早在2024年 各自离开PAC-12 并且打算与童年成为Big Ten的最新成员 根据加州大学校长办公室所发布的中期报告指 USC退出PAC-12将会意味着剩余的每一间学校 估计损失980万的媒体版权 而UCLA的退出 估计损失为325万 还未包括门票销售的损失 大学董事会表示 不能强迫UCLA撤销这项决定 因为在1991年 加州大学校长办公室授权校长被执行自己的合同 包括校制体育协议 五大星期三的报告提出了新的指导方针 以防止校方作出可能影响姐妹学校的重大决定 一项提案要求加州大学校长 将一项重大体育部门的决定 提前通知具有管核权的董事会主席 以及委员会主席 然后他们将决定 是否提交给整个董事会 另外董事会也讨论了 UCLA的23个运动项目之中 运动员在加入新联盟之后 将会受到额外的旅行影响等问题 天后卫视编辑报道